早前,吴克群与赌王千金何超连虽然从船分手,但看来感情逐渐稳定,分隔两地的小情侣也是排除晚男只为相见,并经常在网上隔空调情。 热恋中的两人难舍难分,然而看似如胶似心的两人却因吴克群的公开喊话,称自己从小就是立志不婚不生子,让与何超连恋情愈加扑朔迷离,难道拒绝做赌王女婿。 尽管吴克群高调宣布不婚,但两人依旧实施婚前同居。 据悉,吴克群去年底在台湾长安东路砸七千万元台币买68匹新宅,再次制一千万台币装华买家具,并将蝙蝠车模型镶嵌在客厅茶几内,餐厅以不同颜色的木条墙营造一廊峰。 其中有可容纳五六人的按摩浴缸要价约70万台币,有分段的按摩水流及灯光面化,而卧房旁还有更衣式及书房。 书房是他创作的主力空间,也特别准备客房,让从高雄北上的妈妈使用,并在屋内寻找到与何超莲相关的用心。 吴克群老师招任,与电影钢铁人合作的配色环球鞋是他所赠,而柜子上迷目张胆的情侣安全帽更是两人爱的铁证。 厨房里超抢眼的粉红色烤面包机,也让人看出他在厨房的主权所有,更证明两人偶尔甜蜜的同居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